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搞成这样 还愣住 赶紧叫代表 是 到底怎么回事 你负责那个分公司 没让夜市集团里收购 打人的不会也是夜市集团 这 气 打我的正是周氏集团周兰星的那个老公夜看 害我被公司收购的也是他 夜看 他是哪个企业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 他就是个废物啊 什么狗屁少爷 你什么意思 他 他就是周氏集团的一个保安 不知道怎么回事报上了周兰星这个大头 哎 这个就是一个上屏最续吗 一个保安子敢办反而不成 夜市集团的蒋富同说周兰星是他的贵 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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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性集体 这个蒋富董 是夜市集团董事长的左宝右臂 夜市集团董事长 一般不会亲自出马 一般不会亲自出马 所有事情都由他来做完成 这个人刚知不阿 不难道周兰星 生过了我的私生女员 不可能 夜家规矩极眼 这蒋总是 从来不寻思舞弊 更别说要抽取胡乱口 那我明白了 那可能就当天舞会的时候我言语激烈了一下 惹得蒋富同不高兴了 那才说 哦 周兰星和那个夜开是是贵客是故意气过呢 一定是贵客 行了 现在事情知道错了 明天我就带你去夜市集团去陪你道歉 完了 我再帮你去收拾那两个混蛋 那如果他们知道了 周兰星和夜开不是他们夜市集团的贵客 那他们 他们一定 啊 一定得给我喝多少钱 周兰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夜市 现在都敢不把海家人放在眼里 以后肯定都不会把您放在眼里的 什么 你这个 可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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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废物才敢回来 周兰星 你肯定好好教训 小轩 你怎么能这样跟你解释话 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 刚刚你在舞会上还帮别人 周兰星 他要是倒了 就对你有什么好处 飞温不是别人 那是我男人 改家虽然是二重器 但是过几年也马上是晋升国际的一期 刚马上就是父太 什么周兰星 小轩 你手不手才能长大一点 你总是想一步登天加入豪门 你就不能想一想靠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来 自己做老板吗 哎呀 兰星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放着好好的豪门阔太太不做 非要自己去打拼事业 还养着个小白脸 你这个死老金什么时候才能拎回来 是啊表姐 这都什么时代了 谁会放着捷径去走啊 你 也就是你 他浪费美貌 占了一个废物罢了 我从那么有权有势里都看不上 我黑这脑子啊 真是幸福 海原飞的公司已经被收购 你的航门帽 碎了 你这个废物公闭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我海波的公司虽然倒闭了 但他外面是海波片 他就能再搞一个公司出来 我这辈子他就是富裁的病 不像你们俩那就是愁悔的病 幸福倒闭 我告诉你妈 趁正在甘云南的公司 卖了电线跑步嘛 他家肯定会放过你呢 晓晓 你让太让我失望 要是你妈还在是的话 可以也会很长心的 我的心 你怎么说话的 要是我妈还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让我家人好分享 就不能我自己怎么飞去找什么 算是我妈 我 你自己喊给我别难过啊 哎呀 担心啊 他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啊 嘶嘶 累了吧 来 我给你捏捏 呃 叶看 你先说 叶看 以后没有我的命运 你不可以擅自动手了 今天要不是蒋夫董项子 这被收购的 可能就是我的贡献了 好 我迟到了 哎 对了 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啊 啊 我想说 我们明天去见蒋夫董吧 为什么 武王是我们的 百姨项目也是我们的 今天宴会结束的突然 会好好聊聊项目的事儿 所以想明天去把这个项目确定下 你要不说啊 差点都忘了项目这事儿 你说 你配算得这么突然 这项目 夜市集团一向说话算话的 这项目呀 跑不了 再说 你不去试试 怎么知道这项目不是你的 你还别说 你知道我们的手法还这么不错 那谁 喂老乔 明天海过天肯定要去公司给海运飞球强 你告诉他们 明天夜市集团组织长要亲自建 儿子收拾好没 刚才夜市集团小志同我亲自打电话 说他董事长要见他 夜市集团董事长啊 终于要见真人了 你走 赶紧走 走走走走吧 我们上去了 上去 别看 周兰心 还真是原家入场 就是你嫂子刚才打我 是 是怎么样的 从小到大 我都不舍得送他一根婆婆 你竟然敢打他 你问过我海阔天了吗 你儿子出言不屑 我替你这个当爸的教育他 你不感谢我 还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你嫂子还蛮带肿的嘛 我今天让你看看 打了我海阔天的儿子 会有什么后果 海总 你也太不知道您的身份和地位 他才会这样跟你说话的 咱们有什么话 好说话 好说 昨天 他打了我儿子 还害得我儿子公司被收购 这事儿 还有 他把我海阔天不晃到眼里 这一件件一装装的 总得有个交代 你想要什么交代 你让你们两个从我这跨价钻过去 再给我磕十个想头 这事儿就了 你这小子啊想的倒是挺美的 你显示真不是好歹 还有我公司被收购的算是 哦 只要周兰欣 是我最好的 我就再也不提收购 收购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没让你靠下 你 我可怕 今天我爸在这儿 你动不了我 我爸的抬拳道可以的 还练过三打 就算他是天王老子 也不能动我夜开的 你没想到这个夜开 还挺不老子的 哎呀 你不想什么呢 老子 你也太嚣张了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 你还以为我海家 让你们的废物 人愿欺负 凯然 小哥哥 我今天就在宝宝 没事 一切有我在 一切有我 一切有我 你以为光靠党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杯 我再给你最后一杯 赶紧给我儿子倒下 蒙白胯下钻过去 否则的话 我海客天下 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立马滚出我的身体 就让你们一会儿 来下跪求饶的人 你可别在这儿娘的女生 带我去 你看他 今天 夜市集团的人 总是咋亲自协了 我可没那时间跟你 回我家聊天 你们两个 把它给我摁着 从胖下给我转过去 你去 你去 我想不能上 回家 想要帮手 想要帮手 老子才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们几个呀 还真是找死 这不是去路华庭送东西的人吗 没想到你个废物 还真有几个兄姐 老虎 你是找蒋富董的 这里有我 蒋富董来了又怎么样 我今天要见的是 夜市集团的董事长 董事长就站着你面前 你也是有眼无珠 你不会跟我说 你就是 夜市集团的董事长 我可不敢在董事长面前造死 倒是有些 自以为是的人 在找死的边缘 疯狂的试探 多少废物 你们这伙人 还真是物理这句 靠着吹牛逼走圈下吗 周蓝星小姐是吧 蒋富董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蒋富董 求求您救救我老公也开吧 周蓝星小姐 你来了 快选择 蒋富董 海云飞和法国天 正在楼下围囊我老公呢 还请蒋富董出手相救 周蓝星小姐 别着急 来 先坐下旁 我们俩先谈谈这百亿的项目合同 至于海国天他们父子俩 我们准备让他通知可 蒋富董 这百亿项目我可以不要了 而且现在十万伙计 等不到董事长出面了 还请您赶紧出手去制止海国天父子吧 周蓝星小姐 明天赌了俗路 很厉害 �innen 坐下来 我们董事长已经亲自下去处理了 我们俩站前谈谈谈谈 行了 你们这群小别山都不要双强做事 我这保镖那可是专业 信不信 我一个指头都能灭了你 还不快滚 对 都赶紧滚 别耽误这废物创我放 孙子 跪下爬过去 别耽误我时间 蒋副总不会来救你 更早死你会当心的 你真以为 我是让蓝星上去叫蒋副总 我只是知道我 然后好好地收拾你 他们给我跪下 林肺 蒋副总 您就别骗我了 夜市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可能会帮我老公 他们就不认识呀 这下一个 这一切都是董事长安排 你呀就放心吧 这个合同明天过目 我要最适合的 哎蒋副总 您等等我 我是海阔天 你敢动我 啊 我会让你跪着心 你来正好 赶紧教训教训这臭小子 他竟敢在夜市集团门口闹事 压根没把夜市集团放到眼里 哎 抱歉 你今天来 你今天来 我就会再来 向夜市集团上 好 好 啊 yes 江副总 共赢总市长 江副总 你怎么能给这个肥虎下跪呢 他就是个臭王 闭嘴